据环球网3月18日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当天接到一通恶作剧电话 和一名冒充乌克兰总理的男子视频通话了大约10分钟 英国媒体爆料 在这通恶作剧电话中 华莱士与该男子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通话 该男子似乎经历了很多麻烦 也看起来像是真正的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 冒名警惕者身后放置了一面乌克兰国旗 该男子还是用乌克兰大使馆的虚假信息 来让自己看起来更逼真 萧绅士补充说 这名冒名顶替者提了一些与乌克兰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 但当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疯狂时 华莱士就开始怀疑 最终挂掉了电话 俄乌冲突愈言愈烈 俄国防部17日更新战报 顺俄军在顿孽茨克西南方向持续推进 中方对于俄乌冲突立场始终一致 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一直大声启呼国际社会聚焦劝和粗谈 和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两件事 并为此付出大量努力 中方已经就缓解乌克兰人道局势提出六点倡议 并采取了实际行动 中方今后还将根据需要 陆续提供新的人道主义援助